联合领导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的财政部长黄勋才也表示 政府初步评估现有防疫措施 在遏制病毒传播方面已取得成效 因此不认为现阶段有必要进一步的收紧防疫措施 工作小组将在下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公布更多详情 再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我国进入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将近两个星期 黄勋才认为社区病例已趋稳甚至稍微减少 为了控制病毒在社区内传播 政府在一个多星期前再次收紧了防疫措施 虽然还有新病例出现 但这些措施已经慢慢开始渐小 部长说这都是因为国人的权力配合 他也指出如果我国没有收紧防疫措施 病例现在或许已经激增 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 并会在下一次的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记者会上 分享当局对公共卫生情况的最新评估 以及接下来将采取的措施 虽然我们在抗疫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难关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 一定能一起度过这一个难关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鲍林报道